这是地表最生猛的作死挑战 猛男竟不做任何保护措施 徒手攀岩湿滑的天然湿拱门 马略卡岛的Yes Pound 脚下就是暗流涌动的地中海 一旦有幸湿 直接躺进太顶尖 如此湿滑的湿拱门 要想徒手攀岩顺利蹬 无疑是一场定时的蓄意自杀 克里斯下马 是一名专业的徒手攀岩大师 这是他第55次攀岩这块天然的湿拱门 Yes Pound 他必须紧凭双手的强劲力量 吊起他重达100斤的身躯蹬顶 Yes Pound 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两年前他就被这块巨矢难住 选择了放弃 这次他重新出发再次挑战 他随手从腰间拿出一撮婴儿爽肤粉 拍打于鼓掌之间 用于增加手指和岩壁缝隙的摩擦力 也是克里斯下马保命的第一道方式 一个漂亮的闪电藤膜 克里斯下马单手握住了岩壁 这一致命的作死秀 真是秀了 这是本次攀岩最危险的阶段 Yes Pound是天然形态的拱形 如此弧度的徒手攀岩 难度是垂直岩壁的万倍 克里斯下马此后的每一步轻微藤膜 都要考虑到岩壽凸的细微变化 否则就是毛坑里打地不找死 随着攀爬高度的增加 重力和空气摩擦力都在加重 风险会陡然增加 这注定是一场没有退路的作死挑战 你别说还真别说 外国人在作死的路上总能给你惊喜 与此同时 做死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 绝对给足你满分的刺激 其实徒手攀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克里斯下马平时就是疯狂的地狱式练习 一年365天 几乎都在户外坐有声攀岩 毕竟徒手攀岩被称为 在死神的眼皮上狂欢的极限运动 致命程度不亚于直接坠楼身亡 同时也极其考验攀岩者的体力 手指的敏感度和力度极其的重要 不断反复的摩擦指尖 才能做到如履薄冰的精准爬行 全球能徒手攀岩的人数 不足本 此时克里斯下马 距离登顶还有不到三米的距离 可他已经爬了近两个小时 体力已经严重透支 克里斯下马必须调整呼吸 减停心跳 集中力量控制脚掌和指尖的力量 此处是ESPONT施拱门 坡度最险峻的地带 要么上去登顶成名 要么坠崖落地成河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克里斯下马这堪比拖拉机的大喘气 可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克里斯下马开始冲顶 他一步一个脚印必须相当扎实 虽然他此时已经累得和狗一样 这充满肌肉线条的双腿 和全身腱子熟肉的几倍 给这次徒手攀岩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 你觉得克里斯下马能挑战成功登顶 ESPONT吗 随着一声欢呼 克里斯下马登顶成功 在西班牙粉色的太阳中 他兴奋狂吼 像个孩子 他兴奋狂吼